丁雨昕竟然当场向XX告白 愿意为了你 我的天哪 这蛮心动的 挺想谈恋爱的 我咬你啊 叫傻瓜 我活了28年 这是我第一次和帅哥一起直播 我看了丁雨昕好多好多的照片 她在电视剧里就很瘦 然后我一刷微博 我发现她平面更瘦 所以呢她真人肯定非常非常的上进 我在她旁边直播 想想就心酸 所以我就特意选了一个泡泡秀的 公主的服装 正和我温柔可忍的性格呢 一谋而合 据说现场还会有一些土味情话挑战 帅哥在我面前说土味情话 这路都没有这么甜 你说丁雨昕会不会认识我 如果丁雨昕要是 见到我非常的陌生的话 这就说明我还不够红 你们给我点赞点的还不够多 知道怎么办了吗 你们见到帅哥会紧张吗 我尖叫 今天我绝对不可能尖叫 我见到他 我超带 我要有一种 怎么每天见那么多帅哥啊 腻了 走吧 帅哥 烦 我等一下见到他 绝对是这种坏头 让他知道我是一个见过 大帅别人 见过大帅别的人 诶 他想这个女人 有点东西 你真是什么 你真是什么 我的三句话是 真的吗 好厉害 我们现在模拟男女谈恋爱 我们俩第一次约会 来 开始 哇 这个好美哦 就是 这相机 我小时候 我家十台 快教教我吧 这本鞋对我雕虫小技 家里 开张你知道用什么吗 做机 做机 哇 好厉害 快别这么说 只要学会六句话 此生不会再尴尬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丁雨昕 你之前说过土味情话吗 在节目里 快翻车 我自己也给你准备了很多 希望不要翻车 我可以的 那如果大家觉得心动了 一定要把心动打在公屏上 丁雨昕土味情话开始 round one 这是西瓜 这是哈米瓜 你是我的小傻瓜 小傻瓜 哦 我的天呐 这个我还可以举一反三 今天我来参加了活动 刚刚我吃了果冻 你们就是我的小心动 哎 好会啊你 这种真的 我举一反三的能力 还是有那么一点 round two 早知道就给你吃糖了 你居然在我的心里捣蛋 这要绕一下班子 这是一个有文化海洋的一个 土味情话 round three 你知道我喜欢喝什么吗 喝护礼 我的天呐 在电视前除了看你的剧 而且我还看你的综艺 心动的信号 作为嘉宾在旁边看 会不会看起来很酸啊 真的就是看完之后吧 挺想谈恋爱的 有一种在旁边吃瓜 但是又觉得为他们着急 又着急又心酸 我觉得我们看你的电视剧 就是这种感觉 天道好轮回 现在轮到我了 你觉得在男生眼中 女生令人心动的因素有那些 愿意为了你出门洗个头 戴日抛影星眼镜 使用面膜 哇 这蛮心动的 最近想演什么样的角色 未来我希望可以演一个民国阔哨 站在大雨中铺着面膜疯狂的哭泣 我真的迫不及待 立刻就演了 你平时演这么多戏 我相信你自己也会看很多影视作品 对不对 对 有没有自己印象深刻的那种很浪漫的桥段 有 有那个 不去上班行不行啊 不上班你养我 我养你啊 我养你啊 是那个 我养你啊 这段录片 每天都闹铃 辛苦了 今天直播能见到你特别特别开心 谢谢大家 那现在我就要走了 但是呢 突然觉得 有些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 那里有个大字写着我的名字 是不来的礼物 哇 不止一份哎 这个是我们今天直播的10款面膜 还有亲自手写的卡片 这个是卡在山的化妆师 Mario他的一套套刷 超好用 客户爸爸超级大方 准备了整整9份 但我们今天有10个工作人员 为什么漏了一份呢 哈 摄影大哥没有 摄影大哥 我们先走了 哈哈哈哈 直播结束了 现在回去 立刻打开了外面软件 看着点螺丝粉 现在 口水都流出来了 丁雨昕真人 他长得有点可爱 眼睛大大的 然后笑起来也是甜甜的 丁雨水看不出来 那你今天不就亏了吗 大帅哥哎 扣个手机晃大来看一下 他真人讲话很快 真头一次做直播 不是不是我觉得 哎 我不用讲话了 真好 哈哈 第一次和这种超级大帅哥直播 真的特别特别激动 让我最震惊的是 平时我直播抽奖截屏 我的表情 没有一个正常的 但是丁雨昕截屏 我天呐 超级好看 我真的生气了哈 怎么有人随机截屏能这么帅 随便一截图 丁雨昕都是绝世美男子 而我 我的五官想从脸上离家出走 我直播的时候我没有怎么敢看他 我现在看到我就 好色 天 什么印象都这么好看 哎呦我的天 我的天 哦哇 怎么伸个懒腰都这么帅啊 回去我要打一层相片 好 明天在家里看着就开心 今晚睡不着了 我超 淡定 真凶 麻烦公司以后 都帮我谈一点这样的直播 能帮公司赚钱 是我最大的快乐 我别的什么都不想 就是想打工 我都忘记点螺蛳粉了 螺蛳粉的臭味 会让我回到现实 刚刚只是一场梦汗